大家好,我是安德利亚 我目前是担任台湾台北GEG Leader 我今天要来为各位说明的是 我如何组织规划我的教室 Google Classroom是我们在教学上 与学生互动的重要空间 教室可以透过张贴讯息 提供学习资源 指定作业 或者是安排考试 并且适时地补充学习资料 以增加学习的丰富性 如何组织规划管理Google Classroom呢? 今天我们就四个方式来为各位说明与介绍 首先第一个是讯息串的设定 第二个是课堂作业的分类主题 第三个是适度增加表情符号 能够让我们的任务更容易被阅读与理解 第四个是提供补充资料 能够增加我们学习的丰富度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怎么操作吧 以下我们来示范这四个操作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是在Google Classroom 首页讯息串的设定 我们可以透过右方的齿轮按键 在中间找到一般的设定 Google Classroom针对讯息串 以及讯息串的课堂设定 分别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首先第一个学生可以张贴讯息跟留言 第二学生只能留言 第三个老师可以张贴讯息跟留言 在刚开始使用教室的时候 我会用只用老师可以张贴讯息或留言 如此可以让讯息串可以透过老师的管理跟掌握 第二个部分讯息串的课堂作业 在这边Google Classroom也提供了三种选择 显示附件与详细资料 显示精简通知与隐藏通知 老师可以根据个别的班级经营方式 来做不同的选择设定 设定完之后我们按下储存 第二个方式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在课堂作业里面建立主题 建立主题在加号的下方有主题的选项 主题的部分是协助我们在Google Classroom 能够将资料分类 在这边我们所示范的是根据单元名称 我这边所处理的是单元一 单元二可以以此类推 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适度使用表情符号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项目任务名称前方加上表情符号 这个表情符号可以去网络上搜寻 也可以透过键盘的输入 增加表情符号的任务项目 能够增加我们的任务的一读性 也不要忘记处理完之后 要把我们的项目分类 选择适当的主题分类 第四个部分我要介绍的是补充资料 在建立的按钮打开之后 有一个资料项目 在资料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附加云端硬碟的资料 档案连结等等 甚至于YouTube的影片 可以帮助学生补充学习资源 透过以上的介绍 相信各位都了解在Google Classroom 我是如何组织规划我的教室呢 首先第一个是讯息串的设定 第二个是课堂作业的分类 第三个是适度运用表情符号 增加我们任务的一读性 第四个是提供资料 增加补充学习资源 以上是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的 思想说明 也欢迎各位继续观赏 其他Google Classroom的影片 学习更多的技巧哦